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苏氏曾在前吃逼腹里感叹到 哀无生之虚余 现长江之无穷 人们总是感慨自己有限的生命 希望可以跳脱生死之间 寻觅长生 从古至今 无数人带着这样的念头 尝尽各种方法 可惜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 是如此的渺小无力 没有丝毫反抗 故而即便是天下之主的帝王 也会被长生所蛊惑 期待自己的霸业可以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 可惜 就算是皇帝 在生老病死面前依旧是平等的 他没能享受到特权 直到现代医疗有巨大的技术进步后 人类的寿命才得到了延续 曾经不少被称为绝症的疾病 也都得到了治疗手段 彻底从人类生活中消失 可惜 全新的病毒又会再一次出现 让人类继续为此奔波 希望找出解决之法 于是不少人在看到人世间的辛苦后 都产生了鬼隐的念头 远离红尘 避免喧嚣 他被称为钟南山第一名隐士 在85岁高龄之时 竟连续打坐108天 还说自己可以与神明交流 那么这位隐士到底是谁呢? 今天 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钟南山第一女隐士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钟南山第一女隐士 王之霞 1932年出生于陕西的普通家庭中 尽管出生平凡 但王之霞与佛却有着深厚的缘分 他的父母都只是普通人 对道法更是没有认知 就连经书都没有看过 但王之霞却是个奇特的小孩 每当他苦恼不已的时候 家里人只要对王之霞说 带他去寺庙看看 王之霞便会很快止住哭泣 乖乖等待父母把自己带去寺庙 从第一次进入寺庙开始 王之霞就对寺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看着这里充斥的香烛 各色庄严的神像 以及辉煌的宝殿 威尤德从心里生出了向往之情 正是这一份缘分 才会让王之霞此后 被称为钟南山第一女隐士 即便是在他85岁的时候 依旧可以连续打坐108天 甚至称自己能够与神明交流 小时候的王之霞第一次来到寺庙中 他有些好奇地想翻看店内的经书 尽管上面的文字都无比地陌生 但却依旧让他爱不释手 直到父母催促后 才不得不停止了翻阅 此后他便爱上了寺庙 喜欢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 当同龄的小孩子都沉迷游戏 各种玩闹之际 他却读书一致 显得和周围人有些格格不入 当在学校学习到更多知识后 王之霞十分欣喜 当他再次拿起经书 他能够看懂这些原本陌生的文字 看着傲口灰色的语句 王之霞没有失望 他生出了一种渴望 想要领悟到经书中的奥秘 可惜王之霞终究还是被俗世纷绕 他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 此后的生活一直都在面对家庭 曾经对经书的渴望 似乎已经早就消失了 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王之霞来到了湘基寺 这是他结婚后第一次来到寺庙中 旧时的记忆纷纷涌进脑海中 他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与佛法的感应 顿时萌生了想要出家的念头 他感觉自己这些年已经蹉跎许久 原本早已消失心头的念头 又再次充斥在脑海中 历史的他有幸福的家庭 丈夫和孩子都十分爱他 但对宗教的追求 最终让王之霞还是决定离开家人 临走时孩子很是不舍 拉着他的衣角请求母亲不要离开 王之霞看着孩子的面容 心底也有些犹豫 但看着手中的经书 他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 来到了湘基寺 搬随着娘娘的青烟 青丝也缓缓落下 他就此和俗世再没有关系 在湘基寺的修行中 王之霞每日手拿念珠 在访打坐念经 追求内心的平静 如此打坐的日子 王之霞度过了许久 在长久的枯寂中 王之霞逐渐开始怀念自己的孩子 他想见到许久没有消息的父母 当初他执意要出家 全家人反对无果后 只能对他不闻不问 为此 王之霞很久都没有和父母联系 他突然无比的思念父母 原本坚定的内心 也逐渐开始动摇 王之霞认为 是自己还不够虔诚 一切外物情绪干扰 都是对自己的考验 于是他来到了钟南山 这里自古就是修行者的圣地 更适合自己打坐念经 于是王之霞离开了湘基寺 来到了钟南山 在这里修建了一间小庙宇 即三圣殿 他还给自己取了法名 王慈善 一心向善 赌人妒忌 王之霞在逐渐的修行生涯中 对外物的依赖越发降低 他的生活每天都变得固定 每一天都定时开始打坐念经 时常陪伴自己的 只有翻阅已久的经书 他曾经对人说 自己每日的打坐 都是在聆听神明的教诲 这些声音从心底传来 旁人无法领悟 王之霞的小庙 在钟南山的半山腰上 游客们在爬山之鱼 总是会注意到这间特别的小庙 以及在里面打坐的老人 游客们逐渐也对他生出了许多好奇 此后了解到 原来他叫做王之霞 已经在这里打坐超过40年 未曾见过一次佳人 庚佑甚者说 他尽管已是85岁的年纪 但却可以坚持连续打坐108天 期间就连食物和水都不曾摄入 他已经超出旁人的想象 钟南山上的修行无比艰苦 这里条件简陋 物资也极其匮乏 王之霞居住的地方 没有照明的灯具 每到夜晚只有微弱的烛火 冬天的钟南山大雪纷飞 王之霞也没有取暖设备 他对此都毫不在意 认为这些肉身的艰苦 全都是神明对他的考验 只有经受考验 才能领悟到真理 但是生活用品王之霞依旧需要使用 为此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得下山采购 父亲的好心村民都曾提出帮他购买 王之霞欣然拒绝 他认为即便是下山 也是修行的一种 他依旧身体强健 箭步如飞 路旁的行人很少相信 他居然是一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 王之霞在长时间的独自生活后 得到了儿子传来的喜讯 他要结婚了 儿子的消息让王之霞想起了家人 他只是朝着家的方向挥了挥手 即便数十年来和家人从未见面 他都没有想过要下山探望一番 只是在挥手后 再次回到了小庙内修行 陷入了打坐中 曾经有人暗自揣测王之霞 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骗子 打着修行的幌子 其实就是为了骗取大众的乡右倩 不过王之霞对这些评价从未上心 他的生活从来都是倾苦的 没有向媒体索取一分 就算是特地前来上乡的乡客们 他也始终是丝毫未收 如此方不愧是钟南山的第一女修士 或许有人不理解王之霞的行为 但他的所作所为 都不过是在遵循内心的指导 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他没有接受世俗的成规 更没有就此妥协 只是坚持努力做好一件事 也是他毕生的目标 郑谢在主使中有言 千魔万机还奸进 任而东西南北风 坚持从来都并不容易 他会不断消磨人的意志 更是会瓦解人的精神 坚持从来都不简单 王之霞的一生都在坚持做着同一件事 他从未被外界动摇 也没有受到世俗的干扰 只有修行才是他毕生的夙愿 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坚持一件事情 而那些把一件事坚持做到了极致 也就获得了大成功 可惜甚少有人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随机而来的 使人们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对人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城市 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为隐世生活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都在钟南山隐居 比如西州的开古功臣江子牙 在入朝之前就在钟南山隐居 前末汉初的东元宫、夏皇宫、齐里记、脚里四位先生 也曾在这里隐居 许多文人士大夫在朝堂失忆后 钟南山就成为了他们的退守之地 因此钟南山从古至今都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隐世 目前钟南山也是中国乃至世界 为数不多的还存有珠山隐修者的地方 不过如今来钟南山隐居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隐居 山上废弃的房屋大约两三百即可租到 而且还可以自己搭建 而如今租金价格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甚至高到一年要一两万 加上当地政府出于环境保护 对违章的建筑进行了拆除 导致很多隐世因支付不了那么多的租金 不得不离开这里 很多人对隐世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在逃避生活 对社会完全没有做任何贡献 当然也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有些人不愿意追求功名利禄而归隐山林 以求得清静的生活 这种做法并非不可取 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那么作为佛弟子的你 会选择哪种修行方式呢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给出自己的答案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